除非不干工作 我懂了 你 买点水果 三斤苹果 五个菠萝 对了 你不是说还要告诉我一件事吗 前天晚上我好像做了一个噩梦 梦境阳台上站着个人 好 这不是梦 你应该早说 也许真的只是个梦 我们又疏忽了 你们是来安慰我的吧 咱们不谈这些好吗 不 荣荣走上一条犯罪的道路 是我的责任 您在省里工作有您的难处 不 难道 您过去就从来没有发现过陶荣荣的堕落吗 发现了 我最后一次见她 是在去年春天的一个晚上 这边不许可 卖浑蛋 这就是你的生活 现在解放了 自由了 你在糟蹋自由 你每次回来都要训我 我听够了 可你一句也没有听懂 我不需要懂 人生就是为了享受 否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的享受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你以我的名义要汽车批条 要配件 你要这些干什么 我需要钱 站起来 金钱 是人与人之间 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 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联系了 你知道这是谁说的 知道 马克思 经典著作也不一定全对 我什么主意也不信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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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ng 荣荣 你就认个错 我没错 我戴红令金的时候想过我的青年时代 要让青春闪光绝不辱没接班人的称号 我以为在通往明天的道路上已经铺满了鲜花